我是讀自然科学 尤其是在这个 特别针对物理学里头 一个叫做宁态物理的这样一个领域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叫 有秩序跟这个规律有关系呢 它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牛津大学有一个很 传承几百年的一个传统 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划船比赛 那大家看到这个图就是 我们牛津大学划船队 那这个划船队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八个人抄奖 然后每一个人是一根奖 所以八人单奖 然后前面会有一个舵手 它这个图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 那赏心悦目在哪里呢 是因为你看他们那个奖 都是同一个方向 划船的时候 你看那个水波这样 有一个三角形的波纹 它让我体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里面的组成分子 假如大家都能够同步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大的一个推动的力量 就好像在就像我们这个划船队一样 大家假如说这样划的这个 非常没有秩序的话 这个我想是绝对不会赢的 钟摆很特别 这么多的钟摆在一起 从原来的没有规律 后来慢慢变成有规律以后 居然会达成规律 那达成规律以后又怎么样呢 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不过在看这么多钟摆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一个钟摆 那我们把它叫做单摆 那事实上这个钟摆到处都可见 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铁锤 这个铁锤 它假如原来没有动 它就是这样重的东西在下头 你这样拿的话一定很不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中间有一个万有引力 我假如把它的一端固定住 我把它中间往旁边撬 这样它就开始做一个钟摆的运动 这个就是所谓的单摆 很多物以现象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动 是因为它有受到这个万有引力的作用 那刘顿运动定律在讲什么呢 它就是在讲作用力 跟你速度之间的关系 讲得精确一点 它是作用力跟加速度之间的关系 所以一个物体 它假如它的速度有改变的话 一定可以断定 它速度假如有改变 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 它已经在动了 那突然变快了 或者突然变慢了 牛顿告诉我们 它一定有一个力作用在上头 要不然的话 它的速度就会一直维持 很长的 很长的 不会变 对不会变 假设它完全没有受力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它就干脆不动 要不然就是速度是一定 这个跟我们在平甩的这个甩动 事实上是有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单白 所以我们可以用 刚刚的牛顿定律来检查一下 我们这个单白的运动 就是万有引力 让这个单白产生了运动 也就是说它的速度 事实上是有改变 这个运动很有意思 它这个线是直的 它这边挂着一个重量 线是被拉直的 然后这个东西它做了一个圆周的运动 它从这边转到这里来 因为这个固定的线长 所以它这边是一个圆弧状的运动 假如大家还可以忍受一点这个数学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重力 Mg就是重力 那这个Mg重力 可是它的运动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姑且把这个运动方向叫做X 顺着这个线的 我们拉线的这个方向叫做Y 那跟它垂直的方向就是X 那这个方向的 真正在跟这个运动方向相关的事实上 是这个 并不是所有的重量 而是它里面的一个 随着沿着X方向的分量 应该是这个圆弧里面的切线方向 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平甩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注意到的话 我们来看看平甩的时候 我们的手掌 还有我们的手臂 就好像是这个 这个单摆一样 它从直直的地方 然后呢 它开始往下甩 甩到后头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再把它往上甩 这个也让我们想到 就是说我们真正在甩动的时候 应该要像一个单摆一样 我们想要能够像一个单摆一样的话 它这个我们的整个运动就可以用牛顿的定律来解释 这个圆弧状的运动 圆弧形的运动 好像它看起来非常的单纯 可是你要怎么样分析这个运动呢 这个要做这样一个理解 这事实上就是物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你东西并不一定要马上去用数学去把它解出来 你可以先对这个整个的 它的一个状态 做一个定性上面的了解 你可以发现你看 我们这边刚好一二三四五 这个是一个圆周型的运动 它从第一点 第一个时间它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时间 第三个时间 第四个时间 第五个时间 因为它顺着圆周 所以它绕着圆周转 我们假如看这个物体 这个小球 这个小球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它的影子 你会发现 它事实上是一个很单纯的运动 它的影子就变成是从一 然后一直跑跑跑 超明师 你的意思是这个圆周的这个圆 我这样子是圆 我这样晃是圆 可是事实上它这样子投影下来的时候 它是一条线是吧 是这个意思 对这一点这一点 相对它现在直线 事实上是个直的运动 所以我们从圆形的一个运动 变成一个直线运动 二维的世界 变成了一个一维的世界 变成直线又怎么样 直线以后它就变得更简单的运动 叫做弹簧的运动 那弹簧就是一个剪斜运动 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 它事实上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运动 这是什么意思 和谐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 我们看一下这个红色的球 就是圆周的运动 绿色的球就是它的影子 我们假设从光床从这边照过来好 或者是从这边照过来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绿色的球 你看它这边都对应到 红色都对应到绿色 然后它跑到这边来的时候 又回去了 又过来又回去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周期性的运动 这个周期运动 假设它把这个空间 跟它的时间的变化 你把它画出来的话 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坡形 我们这个平甩这样 我活动刚才讲红色球 它是圆的 我们就把这个红色球 刚做是这个手掌 对 然后它这个圆圆的在转 只是我不能转360度 我只是转半圆 它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事实上这个圆投下去 它其实就是这条直线 它是这样重复 一直在这条直线上运行 但是如果我把它拉开 你讲时间嘛 时间这个时候 要拉出一个走速 譬如说这个方向 我这个 这一秒在这里 然后下一秒我就在这里 在下一秒我在这里 下一秒我在这里 然后在下一秒我在这里 于是就发现 它会拉出这一条 超好量的曲线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没错 恭喜大家 我们终于了解这个 部理学 剪辑运动是什么意思 它的空间跟时间的关系图 这个是时间轴 就是刚刚力学师也讲的 把这个轴拉出来 空间上头 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单纯的运动 这个线呢 后来我们发现 它事实上的确是一个 很美妙的一个曲线 就是我们以前在国中 数学里面学到的这个 cos 跟 sin 正弦函数 或者是余弦函数 正弦函数 跟余弦函数 两个是一样的 中间插了一个 相位而已 这条线 事实上也可以直接从 解方程式可以解出来 那可是它事实上 背后代表的意义就是 它事实上有一个 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 波形出现 简单和谐呢 这边要再加强一个观念 就是所谓的 固定的周期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里头 我们所谓的周期 就是譬如说 从这个最高点 到这个最高点 所以我们重复了一次 一个周期完了以后 所有的东西 都要再全部重复一遍 所以这种和谐的运动 它都有一个固定的周期 你没有固定周期的东西 不能叫做和谐 因为它会一下子快 一下子慢 一下子快 一下子慢 假如说快慢又再更快 然后有的时候就 整个东西就混乱起来 那跟平甩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 规律的周期 它就代表一个简单而和谐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 像我们平甩 就是一个简单而和谐 手是平的 中间弹两下 然后再回到手是平的 它就变成说整个运动 都回到一个周期 所以它也就产生了 一个和谐的一个坡 那这个坡跟这个坡 有没有很像 只要我们能够整个动作是正确的 知识是正确的 而且能够甩在拍子上头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整个东西就会让我们 感受到一种 如音乐般的和谐 重点就是当我们在练平甩 它其实本身 在物理学的现象上来讲 它就是一个简单和谐的运动 可是前提是 你得让它周期规律的一直运转 它才会产生这个美妙的和谐 像乐章一样 为我们的身体创造音乐 所以我们在甩的时候 就是得甩在这个规律上 对吧 没错 那为什么要去听固定的一个速度 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速度它是有特别调整过的 除非说你特别的 你自己去把那个速度 整个去调整过来 这个要花很不少的工资 那我们要在锻炼器里面 已经帮你做到了 所以按照这个速度的话 它速度自然而然就是一个 很规律的速度 稳定规律 创造简单和谐 是是是 不过就是不一样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 好的来 刚刚我们讲了半天 这个讲的都是一个 一个钟摆 我们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 这就是一个人 我们在平甩的过程里头 为什么气会带动 那为什么我们身体里面会获得 有些东西会获得整理 心为什么会平稳 然后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 为什么会回到它的那个稳定的状态 也就是把我们的中间的组成分子 我们现在除了从刚刚的一个单摆 现在看作很多个单摆 就是多个钟摆的这样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就很像我们这个身体里面 在这个各个不同的组成分子一样 那通常我们讲的这个组成分子就是粒子 一个电子分子原子都可以 它一个跟多个事实上是很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一个跟多个不是本来就不一样吗 可是它在物理线上上面表现出来 还有说它为什么会是这样 是我们物理学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你东西只要多了 整个很多现象就变得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叫做多就是不一样 多不一样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物质的状态 就会从秩序这个名词就开始出现 就是我们会从没有秩序到有秩序 无序到有序 这个在我们物理学里面 我们讲的这个很多物质系统里面 我们叫做它的一个物相的转变 比如说我们从气体开始变成了流体 流体变成了固体 我们说了它的秩序出现 讲得更清楚一点叫做长城序出现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长城序 我们来看 这事实上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固体结构 这个是一个六角形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六角形结构 事实上是我们知道在自然界里面 很坚固的一个结构 就是这样一个六角形的结构 那这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原子在里面 分别有白色跟蓝色 你第一个你可以发现 这里面有很规则的排列 我们讲的更精确一点 所谓的长城序就是 譬如说你看 我在这边看到这个蓝色的原子 你发现跑很远以后 你发现又可以再找到 另外一个蓝色的原子 然后你再往上面走一直走 你发现你这个距离可以拉得很远 你发现它永远都还是可以找得到 那个蓝色的那个原子 或者你要看白色的也可以 这个就叫做所谓的长城序 它还有一个很妙的就是 你假如说去看这个物体 原子通常是看不到的 原子太小 那我们通常都要用光打在这个物质里面 打出来的这个讯号 我们来看 从这个讯号里面反推回来 它里面事实上有这么美妙的结构 那只要有这样的一个长城序 你发现你 譬如说这个是一个X光 这个照这个系统 产生出来的一个讯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妙的一个 很奇妙的很美妙的一个图形 譬如说它有X型 然后X型交叉 然后中间又还有这个 中间有一些黑点 然后这黑点的距离 事实上都是一样的 这个图案 这个图案事实上是 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事实上它就在我们人体里面 我们的这个基因结构 基因里面的更细微的这个叫DNA 这个DNA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双骨螺旋的分子结构 看起来好像很乱 可是事实上你发现 你只要沿着从下面往上面走 你会发现它中间是有一个规律性的 它一直不断的在重复这一个东西 原来我们人身体 生物体身体里面 一些带有这个基因的 最基本的一个结构 是这样的一种很特别的结构 就是说你看有一个有序的东西 事实上你可以从 看到一个很优美的一个现象 这种有序现象呢 在另外一个系统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们这个叫磁铁系统 我们通常讲的磁铁 就是有南极跟北极 我们之所以有南极跟北极 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组成分子 这些组成分子里面 它规则的排列以后 它每一个小南极北极 全部都排得好好以后 最后形成的就是一个大的磁铁 一个大的南极 一个大的北极 这个是某一个磁铁 慢慢的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磁场强度 它表现出来磁场强度 它在低温的时候 磁场强度才会出现 高温的时候你发现 都没有任何的磁场 也就是说它高温的时候都乱乱了 这个是它的整的一个 我们叫做物相的图 就算你的温度很高 我们看这条曲线 这条曲线 你发现这条曲线代表的是什么 磁场假如变大的话 它会从一个原来没有磁性的这样 你会到这一点 然后你开始会磁场增强以后 它这个磁性也会慢慢增强 也就是说我外加的一个磁场 会让这个里面的原来混乱排列的东西 它也能够全部朝同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这个没有秩序变成了有秩序 所以藉由一些外力的帮助 或者是我本身里面的一些 整个系统里面的一些变数的变化 你发现这个系统是可以从无序变成有序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多蛋白的系统 多蛋白的系统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注意看一下 原来它这个声音是不是很混乱 各摆各的调 各摆各的调 然后我们现在要注意看一下 事实上这整个系统下面是有一个 有一个平板在支撑着它们 那这个平板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我红色箭头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运动 一开始好像没有什么很 好像不知道在往哪里动的感觉 好慢慢的 这个蛋白很奇妙的它后来变成了 声音变成一致 那大家假如说眼尖的话可以注意看一下 虽然很小大家看一下 你发现这个下面这个平板的运动 变得比较规律 我们人体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器官 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震动的频率 那这个震动的频率 假如说我们透过一种外力的帮助 透过这个外面的这个 给它一个规律化的一种推力 会让这个整个里面的所有的组成分子 开始在同一个速度在甩的话 同步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里面有一个东西被整个都被带动起来 这是我对所谓的气的理解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没有气 事实上最重要的是先要有规律 先要有个动力出现 对 而且这个动力要规律 你要有一个规律化 产生的一个推动 就是我们所谓的很玄妙的这个叫做气的带动 这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讲的是外国人的划船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同步的运动 也是同样的 你必须在一个同步里面 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推动 师傅事实上之前就有讲过 规律的锻炼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从规律中孕育出来实在厚实的力量 于是外在就更坚强 身心相互回忆蒸蒸日上 有没有跟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内容 有一点连结的感觉 相互回忆 我想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东西 能够有更多的理解 以后甩起来的话更知道哪些是重点